高級酒杯迎接新年度到來 中華職棒大聯盟會長吳智陽 秘書長馮勝賢以及中信 富邦 統一和Lamigo四球團代表 一起出席新春團拜儀式 即將邁入中職30週年 除了期許四隊能夠團結豐收 大家最關心的澳職第五隊 到底有沒有譜 吳會長也作出回應 這個都要醞釀 至少我們上次去澳職親身了解 他們是真的非常有強烈的意願 他們也知道這個東西是擠不來 要按部就班 那也許從今年的這個全力打大賽 或明星賽就可以有一兩個人 或是怎麼樣的人 也許啦 就是他們很希望說 澳洲的職棒在台灣的能見度 能夠多一點 澳職除了以第五隊加入中職的想法以外 兩國球員的交流也是選擇之一 尤其大師兄林志勝休記期間在澳職 幫助俠盜奪下三連霸 高效率開轟的強打實力 也讓澳職其他球隊有意願邀請更多的 台灣選手加入 他們還有幾個隊沒有請過台灣的球員去 他會希望說將來是不是有需要 要在這段時間來打球來磨練的 就是澳洲可以提供這個機會 相對的就是說他們也希望說 澳洲的球員除了去美國的小聯盟以外 這整個球技希望能夠也有來 中華職棒打球的機會 不管澳職或是先前傳出有意願的沖繩 外國職業聯盟進駐中華職棒 都有必須克服的難題 從球員速職 審銷辦法 票房甚至加盟金和十一住行的開銷 都需要考量 相信之下 台灣本土企業加盟第五隊 似乎成了現階段較值得期望的選項 外條新聞採訪報導